订阅本频道不错过任何肖战资讯 作为一众呆拍剧集中 根据热门小说重生之将门读后改编的古装剧将门读后 一直都有着非常高的热度和关注度 尤其是相关演员阵容上选举上 更是频频引发网友们的热议 而在剧集筹备的不断推进 将门读后的阵容在近日已然有了确定的趋势 根据豆瓣等主流网站的标注 该剧的女主在经历了诸如田希薇 迪丽热巴等多个版本后 最终的人选将会是李一彤 作为九十花钟的一员 李一彤有着非常甜美清新的颜值 演技也是在不断打磨中进步明显 尤其是在特工任务九霄寒夜暖后 李一彤也是一举摆脱掉了体寒属性 成功地迈上了新的事业篇章 原本就有着超高古装驾驭度的李一彤 是妥妥的古装美女 若能出演将门读后的女主 那以李一彤过往作品中的表现 必定能非常完美地驾驭角色 并且以自身的理解 赋予角色别样的魅力 而除了李一彤外 江门读后的男主虽然目前尚未有定论 但从相关知情人的爆料 以及网友的提名 男主或江在肖战和邓维中二选一 两人都是新生代小生中的佼佼者 不仅都有着帅气出众的颜值 而且也都有着十分出色的演技实力 古装造型更是妥妥的男生级别 先是邓卫 长相帅气 演技可圈可点的邓卫 在去年搭档杨子出演了长相思里的 涂山锦衣角后 凭借着温文尔雅的气质 帅气出众的古装造型 也是赢得了观众的一致认可和喜爱 彻底地迎来了腾飞 若邓维能出演江门独厚的男主 抛开与角色的超高适配度不谈 就单单是邓卫在云秀行后再度吸手里一同 就已经足够的让人惊喜了 原本就有着出色CP感的两人 必定能奔发出新的火花 再者就是肖战 作为九十生中的兼具实力和流量的一位 肖战在过去两年里 显然是迎来了新的事业篇章 更是在《交洋伴我与古瑶》等作品中 都有着十分惊艳的表现 进一步提升了自己在业界的影响力 若离一同能守搭肖战的话 两人显然将会是强强联手 在颜值 演技和人气等各个方面 都将有着足够的匹配度 甚至可以说是古装颜值的又一天花板 并且以肖战目前绝对的流量属性 以及出色的抗拒能力 更是能让江门独厚具备成为古装王炸的前职 当然了 江门独厚目前仍在筹备之中 在正式官宣之前 整个演员阵容仍将有着非常大的不确定性 不过若最后真是李一同出演女主 肖战和邓维之一出演男主的话 那整部剧在阵容厚度和人气上 显然是具备了非常强的竞争力 特别是李一同与肖战若能成功联手 无疑能为剧及带来足够多的话题和热度 江门独厚为拍鲜火 播出闭火 已然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 届时 李一同与肖战在迎人气高峰 彻底开启全新的事业篇章 对此 大家是怎么看呢 欢迎私信留言 我们一起交流 节目最后 希望小伙伴们点开小铃铛 follow一下 本频道专注肖战作品 资讯与综艺 一起为宝藏偶像打扣 请不吝点赞订阅